字幕提供 不过他所卖的唱片的销售的数字 至今是没有人可以超越的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猫王艾维斯 好人家说这个高手一出手 辨知有没有 大导演巴鲁兹曼呢 又推出了这个作品 一样是根据 就是知道怎么讲 就是上一次他出的片是那个什么 大很小专一 就是李奥纳多跟那个 Tobby麦奎尔所主演的那一部片 那一部片真的是 让我至今无法挽怀 因为他所讲述的每一幕 每一个细节 人物的刻画 包含歌曲什么之类的 慢慢的都是感动 会让人觉得说意犹未尽 会让人家觉得说 爱情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 而这一次睽違这么久 来操刀这个 这个这个猫王的作品 改编这个猫王的作品 同样的 他让我大吃一惊 而且他让我觉得 我蛮喜欢他这一次 这个 这个这个电影的运进的手法 因为 这一回猫王艾维斯呢 是一样也是由华纳兄弟霸行 然后是由巴鲁兹曼 曹刚刚有讲过 但是呢 他请了一个 就是让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人物 那个人就是 奥斯丁巴特勒 奥斯丁他是 其实他 这个演员他在演 他在这个好莱坞已经 怎么讲 他 他在演艺圈的资历 其实已经很久了 而且他年纪 好像比我还要小 30 我们一样都是30岁 可是 他一直都不红 这一次他终于有了一个代表的作品 我是蛮听奥斯丁感到非常的开心的 而且又有Tom Hank的加持 这很像是 就是一种母鸡带小鸡的一种概念 你知道吗 而且 而且奥斯丁他本人 做了很多关于猫王的功课 你进戏院看之后 你就会发现说 跟真的是完全一模一样 你不得不佩服我这个团队的化妆技术 运进技巧 还有那个演唱会啊 什么的细节啊 包含那所有的过程 包含那个年代的人 该穿什么样的衣服 该讲什么样的话 然后该有什么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观 我觉得在这一次的这个 这个猫王艾维斯里面 全部都呈现的零零尽致 那在刚刚讲到一开始的部分 我为什么会说他 我蛮喜欢这个 他这一次运进的这个绚逆的效果 我觉得他这一次 不管是在过场 电影的过场 甚至是要从一个年代 转换到另外一个年代的 那个过场的场景 他都用一个很像是一种就是 Carnival那种嘉年华世的那种方式 这样子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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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带往就是 我们观众想要知道的那个领域 包含他的小时候的成长的过程 到他就是成名 甚至是开演唱会 甚至是就是 后面会有一些纠纷什么之类的 当然他一开始带的 我觉得他一开始带进来的是 就是就是尤其我刚刚说的是 母鸡带小鸡的概念 一开始就先让Tom Hank Tom Hank这个角色出场 他饰演的是这个Tom Parker Parker这个角色 上校这个角色 先由这一个人带出来 然后再慢慢把猫王的这个 这个这个气场啊 还有他的神秘感 再慢慢带出来 我觉得这个这个效果 就就就跟之前那个 大亨小传一样 因为大亨小传 他当初在运进的时候 也是先把逃避麦奎尔的角色 先带出来 然后再把李奥纳多的角色带出来 但是李奥纳多才是真正的 第一男主角 而逃避麦奎尔只是排在 第二顺位的男主角 而这一次呢 Tom Hank 影帝 当然要让给年轻人 小鲜肉一下嘛 对不对 虽然说奥斯丁他不是新人的 打滚了非常久 但是这一次 终于让他出头天 当然Tom Hank就要摆在 第二顺位的男主角了 而且他这一次演的是一个 反派角色 我觉得上校这个角色 还是真的 是真的蛮厉害的 其实 他是一个就是 身份不明的人 但是 他 他真的很会吸猫王的血 榨干他所有的东西 你不得不佩服 上校这个角色 其实他是非常有生意头脑的 虽然他看起来非常狡猾奸扎 但是 他的确还是有他一套的 这个经营艺人的销售模式 不然为什么猫王还是可以成为 就是这个 至今没有人能够超过的 这个 这个唱片的销售数字 为什么 第一 猫王他本身有天分 但是 有天分的人如果遇不到 这个 伯乐 千里马如果遇不到伯乐的话 那他永远就是 他的才华就是永远不见天日啊 你说不是吗 毕竟商业 在商业上 在商业上 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嘛 对不对 你一个默默无名的人 你有才华 谁理你啊 对不对 再来第二就是说 上校这个角色呢 他其实 我觉得他在 包装 包装猫王 所有的这个部分 他是非常的 这个 多元化 然后也是 非常的 怎么讲 嗯 很会赚啊 很会赚 为什么我说很会赚呢 他很 他 我觉得他很会去抓住 粉丝的心理 你可以发现 电影有一些场景 就是说 他 看得出 猫王跟歌迷之间的 那个互动 是没有办法割舍的 所以他就是抓住 歌迷这个 这个 这个 迷美的心情哦 然后 从这些人下手 因为这些人的钱 最好赚了嘛 难道不是吗 对不对 然后 第三就是 上校是如何 把猫王压榨到 就是一个 体无完股的地步 就很像吸血鬼 把人给 把人的血给吸干 你明明知道 他里面 体内已经没有血 但你还是渴望 希望能够在 他的人身上 找到 最后一滴血 这最后一滴血 不喝倒也是不行 就算喝完了 也是要想办法补血 这就是 上校跟猫王之间 我觉得 这一次的故事里头 他透过这个 绚丽的 这个过场的镜头 然后去呈现 这两个人之间的情 这个爱恨纠葛 我觉得是非常的强调 当然有一些 这个 观众是不买单的 为什么我说 观众是不买单呢 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嘛 因为他的过场啊 他的所有的这些特效啊 都太过华丽了 感觉好像缺乏了什么 因为有一些人 他看电影的目的 就是希望说 能够把猫王的这个故事 可以再琢磨的深一点 不过我也有发现一点 就是说 其实他对于这个猫王的 这个 这个真正的故事 就是 比较 琢磨的没有太过于深啊 但是 这部片的片长 有159分钟 其实已经很久了 两个小时 又39分钟 其实真的已经很长了 要浓缩 他的故事 其实我觉得真的不容易 包含就是 出道 挖掘 然后到 就是这个 受争议 然后当兵 然后最好就是 就是 就是寻回演出 然后再来就是到这个 这个 就是 婚姻触交 什么 什么种种的之类的 还有就是 已经过气的 这个问题哦 因为一个 因为一个艺人 你也总是会有 人家说 长江后浪 退前浪嘛 对不对 你演艺圈变化的那么快 总是会被 总是会有新人 取代 老艺人的 这个 一天嘛 对不对 如果你老是都是 那些 老话样 编不出什么心把戏 自然就会被取代哦 但是 猫王呢 我觉得 毕竟美国 它本土的市场 本来就是比较大啦 所以说 它可以 因为毕竟美国 地大嘛 人也多嘛 所以为什么 有一些艺人 你可以发现 我们不要光 我们先不要光 讲猫王好了 如果大家 还记得就是 唱那个 铁达尼浩的 这个主题曲的歌手 像他大歌手 Celine Dion 他 不出专辑的时候 其实 有的时候 他也是会去 赌场 拉斯维加斯 电影 电影 那个猫王里面 电影也是在 那个赌城里面 做巡演啊 然后 像 现实生活中的 这个 Celine Dion也是啊 还有包含之前的 小甜蝶布兰尼 应该是小甜蝶布兰尼吧 对 我记得没错的话 都是会在这边 做巡回演出的 为什么 可能如果说 没有什么作品 或者说就是 这个 毕竟赌城 这样 人来来去去的多嘛 那 他有他一定的 市场的规模 所以说在赌城 在赌城 这个 这个 这个巡回演唱啊 其实在美国本土 其实是一个 他们其实是一个有 很有商机的 这个内需市场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说 就是说 这个猫王啊 虽然说最后 好像感觉有点 后继无力 我所谓的后继无力 就是说 因为他已经被新人取代了 就是老太隆中的 样子的出现了 但是为什么 还是可以吸引 许多人来去看他的表演 就是因为 他还是有他的魅力在 卖的是一个 这个老观众的情怀 那 再回到 就是刚刚这个 影评的部分 就是 就是说 这个有的人说 就是这部片 他觉得 太过绚丽了 所以说 绚丽到就是说 这个猫王的故事 非常的空洞 但是我 其实我个人是觉得 不会很空洞 当然我还是 尊重大家的意见 就是说 每一个人 的想法 就是不一样 有的人觉得 这部片好看 有的人觉得 这部片不好看 但是 其实我真心是觉得 这部片是 非常的成功 但是 可能对 某一些 观众人员 他们可能 比较不满足 可能他们 不满足的地方 就是说 他们希望 可以把猫王的故事 再讲了多一点 但是 其实整体来讲的话 他 这一次 处理猫王的故事 是非常非常的平均 那所以 其实 我想要说的 就是说 我觉得大家 在看这部片的时候 其实可以想一下 你的人生 从出生到现在 你的使命是什么 如果你是一个艺人 你是要带给大家欢笑 带给大家娱乐 还是 你是为了你自己而存在呢 那如果你不想当艺人 如果你是一个 意见领袖的话 你会希望你 跟你自己身边的工作伙伴 是保持一个 什么样的关系 是保持着一个 就是 贪婪 能捞多少就捞多少 还是说 建立一个互信的关系 彼此永远都是个好伙伴 或者 再者就是说 就是 每一个人 都有不同的个性 他信任他自己的 他自己的这个 合作伙伴 但是最后却反而 遭到这个 合作伙伴 利用 所以这个 人与人之间的 这个 这个 关系 还有他的一个 互信的程度 你有办法 看清楚吗 你有办法 想清楚吗 你有办法 为你自己 的人生做规划吗 当你的 这个 人生的 主导权 如果是 掌握 被掌握在 另一个人的 手中的时候 你有没有能力 去 解脱 去寻找 一个解套的方式 好 我觉得这个是 每一个人 生来这个世界上 他必须要去 知道这个道理 有一些人 他可以 一手 遮天 好 靠着自己的双手 去打天下 但是有些人 他就是必须要 透过团体合作 才能显现出 自己价值的存在 但是有一些人呢 他就是 没有办法 他就是必须要 就是 受雇于他人 才能够凸显 自己的存在 好 所以说 看你是 这个 开创者 好 或者是说 是这个 追随别人的人 好 甚至是 必须要跟人 合作的人 好 我觉得 以猫王的故事 因为我的论点 会比较特殊一点 可能会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八竿子打不着 但是我的论述 会比较特别 会特别一点 就是说 其实你不管 在做什么工作 无论是艺人 或者是在 商业上的一些合作 我觉得 你跟你自己 最信任的人 之间 会不会有隔阂 能不能培养 出 长期 都没有隔阂的 那种关系 我觉得 那个才是 最重要的 因为猫王啊 最后 是 因为 药物过量的 关系 致死 这一点 就倒是 让人家觉得 非常的遗憾 但是 他的生前 却是 一直不停的 不停的 不停的 在歌唱 原因就是因为 他的人生 身体的身 他的人生 他的合约 被 一个 就是 他曾经信任的 合作伙伴 也就是他的经纪人 上校 Tom Parker 给出卖了 导致说 他必须要 为此 这样的付出 虽然说表演 是猫王 心甘情愿 也是 他乐意 去做的 这件事情 但是 就这样子 因为过老 而葬送 自己的性命 最后 他到底 留下了什么 可能他自己 本人也搞不清楚 因为毕竟 猫王的作品 对后人 对后面世人 这个影响 是非常的大 也拍成了 现在这样子的电影 但是 有的时候 如果 其实我们可以 假装脑补一下 我们如果 我们假装是 猫王的话 你会不会觉得 如果我们是 猫王的话 我们可以 闷心自慰 我们自己说 我到底 为这个世界 留下了什么 可能如果 我是猫王的话 我也不知道 因为对歌迷而言 他们觉得 你很了不起 但是对猫王 自己本身而言 他觉得 就是一个 很空虚 他全能觉得 就是一个 没有什么 了不起的一个 一个东西 因为 我觉得人 就是怎么讲 有一些人 他就是害怕 被世人遗忘 有一些人 他就是希望 能够被记住 他想要的是 这种满足 但是对 许多人而言 我们知道 猫王 他所存在的 价值是 他留下的作品 他留下的音乐 但是对猫王 对猫王而言 他想要的是 那一份成就感 至少我在电影中 看到的 他是 想要这样子的 因为他 他被需要 他渴望被爱 他渴望被关心 但是最后 他始终没有得到 这些东西 好 也许 歌迷对他的爱 是 没有办法割舍的 你可以发现说 电影有很多的镜头 就是说都是 就是 就是 直接在大 就是大拉拉的面前 直接在自己的老婆 面前跟歌迷 亲嘴啊 拥抱啊 什么之类的 但是那真的是 他想要的吗 我们也不晓得 但是我觉得 他想要的是 哪一种被关心的渴望 而不是 虽然说跟歌迷 这样子没有 没有 就是没有距离 那种亲密式的互动 是 也许他乐在其中 但 我觉得那也是一种空虚 因为毕竟 你亲的歌迷 是陌生人嘛 亲人之间 永远是最亲的 但是他可能 想要的是 那一种感觉 而不是跟 这些人 真正接触的时候的 那一种过程 他虽然享受 那个过程 但是他渴望的是 拥有被需要的感觉 因为他 他被需要 他想要 他想要就是 被老婆需要 被 被关爱 但是他也想要 被歌迷关爱 但是 他可能 被歌迷需要的 那种关爱 会比较多 有点像是那种 大众亲人的那种感觉吧 所以说 花花世界啊 真的 不宜久留 但 留下来 也许 会让大家 可能会比较开心的一点 但是 那种短暂的开心 我想那不是我们一般人 能够体会的 但是对猫王而言 他这一生 走得非常的精彩 虽然 走得非常的突然 但我们也 祝福 有一天 他能够投胎转世 能够 成为 就是 不管是我们这个世代 或者是下一个巨大 下一个世代的某一个巨星 或许 猫王在转世 也说不定 能够看到 再有下一个 就是像猫王这样特质的艺人 我想 未来还是可以 指日可待的 这就是今天的神秘句点 我们下次 云端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